那接下来几天我们恐怕要面对台湾今年第一次比较具规模的台风 也要希望祝福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注意安全 面对中台凯米进逼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法福基金会感恩茶会 特别叮咛大家注意安全 但最近大法官却受到生命威胁 因为有人跑到司法院脸书留言恐吓 对那个恐吓的这个言论都已经把它隐藏起来 并且我们已经报警要来那个侦办 自从上周五宪法法庭裁准蓝白强推的国会扩权法案暂时处分 司法院接连出现遭波击 脸书恐吓大法官等离谱行径 而不满结果的还有蓝白立委 尤其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也向大法官喊话 要求举办司法公正大辩论 我们的宪法法庭那个裁判都是可受公平 但是并没有说什么当事人不满法庭的裁判 就要跟法官辩论的这种事情 并没有这种事情 强调裁判都是可受公平 接下来8月6号将进行全天延迟辩论 上午先针对立法程序 听取总统国情报告 听取报告与咨询人事同意权进行辩论 下午则是调查权听政权及刑法藐视国会罪 只是日前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审准预测裁准的时间 与结果遭蓝白围剿 许宗立这么说 大法官通常都是星期五下午公布裁判 这个是正常的 都是惯例都是这样子 由于这些大法官中有将近一半将在10月底卸任 因此最终结果立拼10月底前出炉 8月6号这场势必牵动最后结果 明星文公众议台北报道